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467集 汉妻?林婉容哭笑不得 这位徐小姐也是个不好惹的主啊 清玄那样美丽大度的人 在她眼里竟然是汉妻 你与她比谁更汉还不一定呢 见林婉容为难的样子 徐小姐心里酸酸 红唇轻咬拧过头去 怎的 不敢说话了 你就当真如此怕她 连心里的话都不敢说吗 这丫头越想越差了 林婉容朗声笑道 徐小姐 我与清玄的相识经过 想必你也听说了 初云公主美丽善良声名远播 她可不是你说的什么跋扈之人 恰恰相反 清玄知我懂我处处为我着想 从未有过半句怨言 她与乔乔宁儿几个相处的也有胜姐妹 这么好的妻子 我到哪里去找啊 至于我的心里话 刚才已经说过了 又何来不敢说呀 徐志晴低下头去 沉默一阵 梁酒风才开口 那你的意思是 方才那些话 是萧小姐嘱托你来说的 这可不是她嘱托的 清玄早有言在先 凡是林某人看中的女子 都必须先让她们几人考察一份 通过了才能领进家门 以这徐小姐刚烈执拗的性子 能不能通过清玄他们的审核 还真是不好说 这还用得着清玄嘱托吗 林婉容颜也不眨 打了个嗨嗨 神秘兮兮的看了徐志晴一眼 是我自己要来的 听来听去 还是这句话嘴对胃口 徐志晴脸儿红红低下头小声道 是你自己要来的 难道你就不怕她来 她来什么 啊桌监 林婉容不解道 住你个大头鬼 徐小姐又气又恼 红韵满脸 伸出小泉虎虎生风 正寄在旁边那林三公仔的胸前 砰的一声闷响 那公仔摇了几摇 林婉容暗自折舌 这丫头最近是不是在练拳击啊 这一拳可下手不清 兄弟哭了你了 徐小姐 那你闺房是不是就在楼上啊 林婉容似笑肥笑问道 见她目光深深注视在自己脸上 徐志晴心里怦怦乱跳 有些抵挡不住她的目光 不自觉低下头去声音颤抖着道 你 你要干什么 你可别乱来 我 我会叫人的 这丫头真敢想啊 我能干什么呀 林婉容哈哈大笑着抱起那布娃娃 步步向楼上移去 我帮你把这公仔抱上楼 以后你要是有什么怨气 就冲着他撒吧 晚上抱着他睡觉也是可以的 反正不会有人看见 徐小姐轻陪了一身 还未来得及阻止那下流的人 以抱着布娃娃飞快地上了秀楼 徐志晴大吉忙道 你等等 快等等 上面有 有什么 莫非是藏着我的画下 没想到这么轻易 就进了徐小姐的闺房 林婉容志得意满 嘿嘿调笑几身 一脚踏入 却觉脚边热乎乎的 似是有什么东西 靠近了自己身边 他魂不在意 嘿嘿道 嘿嘿 走开走开 不要妨碍我搬东西 喂 你拿什么天啊 两声狂叫突然在房内响起 就仿佛乍然滚动的春雷 顿叫林满容魂飞魄散 他立在原地一动 不敢动 缓缓低头 只见绿光盈盈 一条凶恶的大狗 衣在他身边 伸出星红的舌头 缓缓舔着他的裤脚 他啊的叫了一声 急忙捂住了口 一动不动 浑身冷汗 速速而下 大意了大意了 没想到 徐丫头竟然 把恶狗林三 养在闺房中 实在叫人防不胜防 他对着禽兽 比对我还好啊 徐止情急不上楼 望见他立在原处 冷汗满面 战战兢兢的样子 忍不住青眼珠唇 扑吹一笑 林三智慧威猛 美名天下流传 可是世人 怎么也猜不到 他们心中久养的 平民英雄林三 竟然如此的怕狗 这要流传出去 还不叫人笑掉大牙呀 徐小姐 能不能叫这玩意走开 我和他不太对路子 林婉容抹了额头冷汗 小心翼翼道 救你错怪 徐小姐白她一眼 塞霞声韵 柔声道 你站在那里别动 我来救你 说到救你的时候 徐止情好笑之余 心中却隐隐 升起一抹难以抑制的温柔 脸上泛起柔和美丽的母性光辉 见惯了林三的聪明鸡敏 戏耍众人鱼鼓掌尖 难得见她如此无助一回 就像个孩子 跟我来 一只温热中戴着颤抖的小手 握住林婉容粗糙的手掌 徐小姐轻柔的耳语 似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林婉容听得迷迷糊糊 偏过头去 只看见她火烧一般红的通透的耳根 和微微颤动的修长睫毛 端得是美艳无比 说也奇怪 徐止情一拉住林婉容那恶狗便不叫了 蹲坐下来 眸中泛着绿光 游游望着二人 道教林婉容背心里发凉 穿过外屋便进了内室 方一踏住便闻微微清香传来 林婉容鼻息灵敏 清秀了一下好奇道 玫瑰香水 徐小姐原来喜欢这吊吊 什么吊吊 胡说八道 徐止情眉眼生韵 沉了一身 这是郭仪送我的 原本不知这香水 是你这坏人所致 待到知晓了 却推辞都来不及了 我便喜欢上了这味道 林婉容常常呕了一声 眉开眼笑道 哦 原来徐小姐和夫人是同道中人 都喜欢这浓郁玫瑰形的 了解了解 徐止情自是难解 她话中寓意 她又是个勤奋好学的人 闻言忍不住 清皱秀眉 柔声道 喜欢浓郁玫瑰形 怎么了 这香水 难道还有个划分吗 这便是徐小姐的闺房 屋内唯有一张方凳 便在梳妆柜前摆着 镜中映着二人面颊 一个粉红芳香 仿如三月桃花 一个嬉皮笑脸 似是山中泼猴 都这般时候了 还不肯做个正经脸色 讨厌死了 徐止情偷偷瞥了镜中二人一眼 又羞又喜 脸颊红韵 引着她在那方凳上坐下 便轻轻低下头去 不肯言语 屋中一道青纱白满 遮住粉红的象牙床 隐隐露出床上的粉背预诊 淡淡的芳香富裕 气氛甚是温馨 想想徐小姐苏兄扮演 冰激玉夫与玉背牙床相挥映 那是怎样一副迷人的景色呢 林婉容心里砰砰跳 徐小姐却仿佛看穿了她的心思 那娇羞的脸色 却比粉红的袖背 还要润上三分 仿佛心绽开的桃花 娇艳欲滴 林婉容进过的闺房 也不算少了 瞧瞧的 秦仙儿的 骆宁的 大小姐的 玉霜的 夫人的 不管是千金小姐 还是成熟妇人 那闺房的摆设 各个迥异 千人便有千种风格 叫人目不暇接 记忆深刻 这徐小姐的闺房 却与她的 略显冷淡的外表 恰恰相反 处处淡粉 心思独具 林婉容咽了口口水 嘿嘿笑道 当然有说到了 有人研究过 喜欢玫瑰香水的女孩子 性格热情开朗 而喜欢浓香型 玫瑰香水的女子 更应该是激情奔放 热烈似火的 徐志情不屑地撇撇嘴哼道 又来胡说八道了 我瞧 喜欢研究这些歪门邪道的那个人 便是你了 什么激情奔放 热情似火 你瞧我是那样的人吗 嘿嘿 那可不一定 林婉容笑意吟吟 你还未深入到某些方面 你怎么就知道 你不是那样的人呢 初诗还不解他话中的意思 但徐志情就是徐志情 天下文明的才女 略加思索 便明白了这坏痞子的心思 忍不住面红耳赤 狠狠瞪他一眼 说不出话来 林婉容黑黑干笑了几声 在山东的时候 对着徐小姐又抱又摸又亲的 不该干的都干过八尘了 也没什么顾忌的了 这个时候再讲什么风流而不下流 不仅他自己看不起自己 恐怕就连徐小姐也不会答应了 这个是什么 见徐小姐不说话 林婉容四处打量 目光落到门角处一个摇篮上 忍不住惊奇的开口出声 那摇篮里铺着些干草 还放着一件织好的毛衣 不知是做什么用的 徐小姐偷偷一笑 小手合在一起轻拍几下 门外那恶犬林三嗖的一声窜了进来 林婉容却比她动作更快 耍得一声站起来 躲在徐志情身后 徐小姐 她进来干什么呀 徐志情笑着拍拍她手 你莫怕 没我的允许 她不会咬你的 林三 睡觉 林婉容愣了一下 不会吧 徐小姐叫我睡觉 在她闺房中 就这么一张象牙床 又是光天白似的 难道 她也有和我一样的爱好 还愣着干什么 快睡啊 徐志情又喝了一声 语气中饮有几次不耐烦 这丫头都不怕 我还怕个球啊 林婉容呕了一声 直直往床上躺去 嘿嘿笑道 好的 我听你的话 睡好了 徐小姐 你也来呀 乍听身后的人声 徐志情吓了一跳 待看到林婉容 躺在自己绣床上 她脸颊刷得通红 急急将她拉起颤声道 你 你干什么 要将弟弟和姨娘看见 我如何还说得起 你这坏蛋 你是要害死我呀 别哭啊 见徐小姐泪珠速速落下 林婉容也不知道 是哪里招惹她了盲道 不是你叫我睡觉的吗 哦 我明白了 你是叫我睡地板 想要锻炼我的腰腹能力 这种兴趣爱好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呢 你 你胡说什么呀 徐志情羞脑交加 回想起方才自己言行 这才意识到里面 大大的有问题 泪珠落得更急 却又有些想笑 鲜鲜欲指指着那恶狗道 我 我是叫她睡觉 不是你 那恶犬早已扑进摇篮 一只狗头神奇的 深进的眸衣 从脖子里穿了出来 两眼微闭 远远看去 便似是在假妹 我他妈真冤呢 林婉容有苦说不出 闹这样的误会 可不是一回了 怪就怪这徐小姐 取什么名字不好 偏就要叫林三儿呢 三哥的名字 是你能叫的吗 你没事吧 见林婉容脸上 神色阴晴变化 徐志情想笑却不敢笑 心里却是无比温暖 偷偷握住了他手 轻声问道 没事 林婉容恨恨道 没想到这位林三儿兄 享受到的待遇如此之高 连睡觉都还穿着毛衣 实在叫我等羡慕 徐小姐 冒昧问一句 这毛线衣 是你知道吗 徐志情转过头去 羞涩的清晨一身 不告诉你 这秦少 竟然穿的是温暖牌 徐小姐的态度 便说明了一切 林婉容咬牙切齿 见那恶犬睡的乖巧温讯 又有徐小姐在身边 想来他不敢对自己怎么样 他黑黑了两身 偷偷伸出手去 扯了一下恶狗身上的毛衣 你做什么 见他母样 徐志情又好气又好笑 心里却老是奇怪 自己年纪也不算小了 平日里也是人人称赞的成熟稳重 为何遇到这坏匹子 便似是完全迷失了自己 跟着他哭 跟着他笑 跟着他打闹 偏还乐此不疲 真是个奇怪的问题 林婉容甘笑两声 没有回答 警惕地望着那假妹的林三 手上动作甚是轻缓 徐志情脸发红 有心阻止 却寻不出个理由 恶犬林三似是没察觉到 他的动静一般 躺得安安静静 林婉容瞧得胆气大壮 手腕一抖 便将那毛衣自他头上扯了下来 恶犬嗷呜一声 眼睛翻了一番 见徐小姐羞涩不已 根本没空搭理自己 便又闭眼睡去了 好惊险呀 林婉容拍了拍胸脯 脸上神情甚是得意 带到望见的毛线衣 却是愣了一愣 这毛线衣手艺精美 长长宽宽 衣袖齐全 怎么看都不像是给那恶犬支的 不合他身啊 倒像是给我量身定做的 这么好的东西 给那禽兽穿 浪费 太浪费了 林婉容低溜着那毛衣 对着自己身上比划 越看越是合身 忍不住的摇头感叹 徐小姐眼眶湿润 泪珠盈盈转动 瞬间便要低落下来 呼得一下扯过那衣衫 轻气道 不要你管 我便是给禽兽支的 与你没什么干系 你快给我 讨厌 讨厌 不管她是多么出色 多么智慧的女人 终究还是女人 许多小脾气都是相通的 林婉容感叹一声 搂住徐止情娇躯 在她耳边轻笑道 不是不是好歹 是你没有告诉过我 我也不知道啊 是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想起过我 我从山东就开始知了 你却从来不知道 我恨你 我恨你 徐止情仿佛火山爆发了 般泪珠滚滚落下 对着那林三公仔 给了几小拳 却又觉得不解恨似的 小拳连绵 如疾风暴雨般 向眼前的真林三胸口垂去 从山东就开始了 时间真的不短了 林婉容心里有愧 那时候正忙着捞银子 又忙着和宁儿 做一些深入研究 还真是没有功夫 去关心徐止情的感受 徐止情倔强地 恩了一身 泪水缓缓流淌 难难道 你那夜闯进宁儿的房间 还把我当作了他 对人家那样 我 我恨死你了 徐止情咬牙切齿 眉目熏红 眼中却是流过淡淡的温馨留恋 自第二日开始 我便偷偷开始支线勾针 便只有一个想法 我要在这个衣里面装满钢针 刺死你这个坏胚子 徐小姐又哭又笑 神情酸楚 那时候 我要瞒着所有人 要瞒着你 更要瞒着那鬼灵精怪的宁儿 他行路的时候 我与他说话 他安眠的时候 我便偷偷地忙活 一路自山东回京城 便没睡成一个安门觉 真不容易呀 瞒过别人或许不难 可落彩女是何等人 那是比狐狸精还精的狐媚子呀 一有风吹草动 哪能还不发觉了呀 正自感慨着 却听徐小姐的语速 越发地激烈了起来 便是我徐止情时运不济 那日快要完工之时 却是缝了萧小姐 我要整整东西送于你 约你过福 你这坏胚子 只有那般对我 我便拿着东西做了狗窝 你这坏胚子 我恨死你了 你快出去 徐止情生性刚烈 泪珠滚落 激愤之下 竟是真的将她往外推去 林婉容与徐小姐相交 也不是一日两日了 深知她的性子 原来这里面 还有这么多的曲折 难怪徐丫头 有这么多怨恨呢 带刀快腰被推到门口 她才在徐止情的耳边轻叹道 唉 止情啊 我可是第一个 进入你相规的男人 你忍心就这么赶我走啊 你才不是第一个呢 徐止情芳心一软 身子顿时揉了许多 不是第一个 在我之前 还有男人来过 林婉容愣住了 笨蛋 见他酸酸的模样 徐止情心里说不出的甜蜜 却是毫不犹豫地将他推下楼去 第一个 是我爹 哎呀 我怎么就变笨了呢 林大人一拍巴掌 如梦初醒般急跳起来 额头却正撞在旁边的假衫上 砰的一声大响 就连那秀楼上偷偷打量 他的徐小姐都听得一清二楚 傻子 他羞羞地捂住面颊 满心的甜蜜幸福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